好了,大家好 又去到我們思算表智學站第九堂 基本上距離我們完結所有的思算表題 大概還有四五堂左右 好了,我們希望創到這個創舉 就是透過智學來學會整個題目 Anyway,回歸正傳了 我們今天的學習目標就是認識一個叫VLOOKUP的功能 以及它的語法 跟以往一樣,要知道它的功能 去答問題 接著,回答之後要寫它的語法 它的語法是什麼呢? 等於VLOOKUP,搜尋的目標內容 栗號儲存格範圍,栗號C和栗號L C和L我稍後說 at least我們在這裡找了 就是我今次說明LOOKUP LOOKUP 加上英文 LOOKUP的意思就是找 和Find是有相差的意思 VLOOKUP其實就是我一直找 VLOOKUP VLOOKUP裏面當然我要找東西一定是有些目標去找 例如找籃包,找電話,找什麼,找什麼都是有目標的 我們首先要給它告訴你,你要找什麼 然後 你別這麼壞,叫它忙忙忙大海找 我們要告訴它在哪裏找,所以有儲存格範圍 然後 只剩下我兩個,也會稍後說 好了 但留意一件事,開始之前 剛才說的儲存格範圍,我們之前學過了 儲存格範圍有很多款 AB這些 又或者 A1鬥號,A2鬥號,A3 記住 在這個情況下,因為本身已經有鬥號在 所以 我們是不能夠用 這個 不能夠用的,全都插上去 記住 先插上去 這個是你必須要記得的 另外 我們公開試很多時候都會叫 將公式複製去其他地方 所以我建議儲存格範圍 一般來說,我們會寫成 我們會寫成 淺A 淺2 冒號 淺B 淺 淺A淺1 冒號淺B淺2 我們要將這個儲存格範圍 避免了它移過去之後出現問題 OK 好了 語法學到這裡 主要事項 我們就開始了 這裡 OK 我想做一個效果 今天我用一些例子去試一下狀態給大家 我在這裡入 譬如我為每一個學生 編了個號碼 1,2,3 如此類推 2,3,4,5,6,7,8,9,10 如此類推 為每一個學生編了個號碼 好了 然後 我想在這裡 譬如說 我打 4,1 我這裡希望出到它 1號仔的測驗分 OK 我的要求是如此 很清楚 為每個學生編了個號碼 然後我在這裡打某一個號碼 我這裡會出相應的測驗分 留意字眼 相應 在題目上如果你聽到相應這個字 基本上都 不 就是 伯伯尼狗 是要寫We look up 記住了 相應這個字 等於 We look up 開窟湖 你這次想找些什麼? 我這次想找一下 這個1號仔或者 這個人 這個學號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儲存格 留意這個儲存格是沒有加錢的 好了 OK 我想找什麼?我想找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數值 的人物 鬥號 儲存格範圍 我們全部圈 滑 intact 好 好了 好了 OK囉 然後 Bun 我沒有說 這個和後面的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來的? Bun 我們叫做Column index number 什麼意思? 你找哪一頁? 你找哪一頁? 好了,我們想找個測試 相對來講,測試是 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6欄,所以是6 留意,我VLOOKUP的VALUE 一定要是在我豁著範圍的第一欄 如果你說按摩想找班或者學校 你這裏就不應該豁著A2-I25 留意了,一會兒做個例子 豆豪,RANGE LOOKUP 喂,是不是一個RANGE LOOKUP? 一般來說,我們打FORCE 先看看,效果 83 一號就是83分,是83分 好了,同樣途徑,剛才你記得我說了 為何要加錢? 複製下去 出不了東西了,當然我打個三字 RANGE OK,沒問題 你試試打個一字 為何NA? NOT AWAREABLE? 原因就是你見到我挎著那個位置已經退下格 所以那是為何我剛才在解說說 你要加錢 去LOCK死這個儲存格範圍 抬下去的時候 你見到,就會LOCK死了 好了,譬如這裡我改3 改4,都可以的 好了 看回了,我們又看回了 WE LOOKUP 找什麼,我想找這個學號 我J7這個位置的學號是等於什麼分 哪裡找呢?這個範圍裏面 第幾難 1,2,3,4,5,6 雙,記住 相對我的範圍裏面的第六難 好了,這次 我轉做True 看到一模一樣 咦,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一模一樣呢? 為何這麼神奇呢? 那我又做少許事 又做少許事給大家看看 你見到我現在這一刻,這裡全部的data是順序的 如果當你的data順序的時候,其實你的WE LOOKUP True 是 False 那個影響性都不是太大的 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Number 是不順序 或者你跳過了 一些跳過了 好了 看看情況 你就會見到 NA 因為我四號仔刪除了 而我RANGE LOOKUP那裡說,我不是用RANGE LOOKUP的 即是什麼意思? 我是用Exactly一樣的 所以當我在這裡打FORCE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Exactly找到一個 DATA出來 如果不是 我就會出NA 所以你看我打5 11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打4,因為4是沒有這個DATA 所以它就會出NOT AWAIBLE 不對 但是如果當我改去True的時候 True記住,不是文字 是一個邏輯,所以不用加2點 當True的時候代表了是一個RANGE LOOKUP 我就會在一個範圍裡找 我在範圍裡找不到4 它就會找3和5之間,所以找3 OK 如果我刪除這個,它也會找這個 當然我刪除這個,它就會出64 因為找2那個 OK 好了 最重要的是 這裡 我想找些什麼 東西 然後 在哪裏找 找第幾難 是相對還是絕對 I mean,是RANGE還是Exactly一樣的 OK 如果 好了,這樣有沒有OK 我給大家思考 10秒很快 如果你發覺 我的東西不是排序的 亂七八糟 好像這些號碼那樣亂七八糟 那怎麼辦呢? 你只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設定 FORCE 我就Exactly找那個字 或者你設定 你就排序,先再設定做True OK 明白我吧 我舉個例子 4 現在我當不排序,怎麽不排序 我這裡選了4字 這樣 好了 你見到 當我打4的時候 而它是FORCE 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 如果我是True的時候 你見到 那個4 就會是錯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在假設你排序 當你選擇RANGE LOOKUP的時候 它會假設你是按次序排序的 由細至大排序的 所以 如果你不是排序的話 你就請你用FORCE 或者將它由細至大排序 OK 好了 那當然了 剛才說了 咦不是呀 如果我這次真是 譬如說Exactly 我想找一個人名怎麽算 我教的VLOOKUP 然後打回儲存卡位置 VLOOKUP VLOOKUP 括弧 打回儲存格位置 豆豪 譬如我想找 打一個容易點打名 黃偉東 好山括弧 跟著然後 不好意思 我要先 這裡選擇次序 全部選擇 記住 擺明是錯誤示範 豆豪 我想找第幾格 我想找 咦 咦 第三格 不是呀,第三格 我對應的呀 我想找也是這一格 這樣你發覺就沒辦法做的 如果你要找J9這個位置 它是在 一定要在這個範圍裏面的第一項 所以如果我的做法呢 我就把這個轉成 D2 去到I25 然後 好了,相對地 1,2,3 在第一第三項裏面 我用一個 一定是Exactly一樣 所以用Force 好了,我就試試打 懶人關係 原來我這個也是懶的 那我又懶了 黃偉東 OK 你看到72分 留意 這個儲存格範圍 一定要 是 在我J9這件事找對應那裡的時候的第一項 如果我對應是名字 我就不可以先豁著頒別 頒號先 我一定要是在名字上第一項 OK 然後我給這個號碼是相對的 什麼意思相對呀 在我們這個位置中 D2開始嘛 D2是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是三 不是六 OK 那大家記住了 We Look Up 一定考 而是多分的 大賽是 至兩至三分 甚至乎一題裏面是四分 而亦都考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好了,今天是這麽多了 好,拜拜